好的 大家好 这边是中文投资网分析师Jackson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本周的行情 我个人是觉得本周的行情其实挺难做的 然后周五的时候咱们这个PCE数据也出了 那大盘其实在数据出来的那个时间 就夜盘的时间其实就已经把日内的跌幅给跌完了 12000这边似乎还是有一个非常强的抵抗 在纳指方面 可以看到的是芯片版昨天 因为它的财报是整体继续上行 上行了以后周五的PCE 似乎也没有给到科技股门太大的一个压力 我们能看到像芯片版特斯拉 包括像奈飞 很多的一些股票 都还是位于一个高位 因为它公布了财报以后 我们的这个市盈率 个股上每个市盈率也是推到了130倍 远期市盈率 所以其实昨天美联储纪要出来的时候 也提到过了 咱们股票市场的一个估值是偏高的 这是也是首次出现在美联储纪要里面 有这样的一个言论 包括也提到了房地产市场的一个表现 所以大盘目前也处于一个下跌的一个周期 我们也能看到标普4000点没守住 然后纳指这边似乎还有很强的一个抵抗 但是我们这个抵抗也仅限于今天纳指在低开下跌以后 尝试去踩了一下日线级别的一个120天线支撑 好吧 那在这个支撑上 我们基本上在目前的一个水平上可以认为 下周回来我们2月份的一个收线 目前是一个翻转的小十字星 那很大概率我们在收线的这个过程中 也很难再做一轮很有效的一个反弹 去补上我们之前留下的这样的一个上行的阻力 那我们之前也提到了标普是大概率很难回到牛市区间的 那牛市区间上方给到的4200点的这个阻力呢 也是非常有效 在完全测试到这个阻力以后呢 这个标普也是见顶了 走出了一个翻转的下跌的形态 最后两天的话呢 就是在2月份最后两天的交易日里面呢 通常会有一些挑仓啊 包括月末期权的一些这个调整 但是呢可能会给到大盘的一些反向的一些波动 毕竟有一些仓位是需要去对冲啊 包括减仓啊或加仓去调整的 不过最终我们还是会向目前的一个趋势靠拢 就是如果我们这个下跌趋势已经走出来了 那大盘在没有看到一些明确的利好之前 并且在这个比特币也重新掉头了 美元重新走高 国债的收益率呢也回到了3.95的这个区间 对吧 那一差一点点就马上是又迈上了4% 4%以后呢就大盘就会非常危险 所以说在没有一些很确定的一个利好 在市场回归理性的一个过程中呢 我相信哪怕我们再有一些短期的小反弹 啊我们也很难是从回到一月份的那种辉煌的时刻了 好吧所以呢相对来讲呢 我们一些多头的仓位啊就需要考虑一下 是否需要去做一个短期高抛低息的一个操作了 啊当然了那在大盘下跌以后呢 固然还是会有很多的一些满入的机会 我们也非常期待啊 美联储把利率继续往上推推完以后啊 那么我们下半年看看是否有这个停止加息的机会 那其实大盘如果说先于这个宏观经济去见底的话 那去到六月份啊 或者说七八月份啊 这种第二三季度的这种 时间节点的时候 说不定是一个很好的啊 时间周期 好吧 所以呢我们还是会期待大盘在 接下来的一段日子先下跌 去给我们制造一些啊 更优势的一些满入的这个机会 好吧 那非常感谢大家的一个收听 我们下周节目同一时间再见 我们祝大家周末愉快 拜拜